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呢 因为今天是阴天的黄昏 所以现在是阴天的黄昏 所以呢 现在就是光线非常的平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要加上闪光灯的一个效果 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光线的部分 那因为光线蛮平的 所以我们决定在这个场景使用这个闪光灯 那闪光灯其实最好还是不要 把它直接装在你的相机上面 这个使用基底闪灯 最好的方式还是就是说使用这个离机闪 那我们可以加一个这个遥控的这个控制器 那这样的话 透过这个离机闪 那它的光线其实它是会比较立体一点 那第二个其实我们想到 因为阴天所以它光线是非常的昏暗的 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M Mode 将闪光灯的这个光量 大概定在一二八分之一 那使用扩散光线的一个方式 它对场景的一个影响 其实就会相当的明显 那这个就是闪光灯运用上的一个要诀 在光量部分可以依现场的情况 再加以调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